大家好,我們又見面了 我是Alan老師 今天是我們網路第三堂課程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符號 非常的實用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長得像一座山 這個在市面上應該是沒有看過 因為這是自創出來的 為了幫助大家用圖像式的方式 來在演奏上的一個記號 那我把它取名叫做上回音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像一座山 那這可以 假如說放在SO的上面 放在SO的上面 它是從SO到LA到SO 或是也可以從SO到深SO到SO 我們就沒有局限它 一定要用全音或是半音 但是大致上是這樣的用法 所以我把它解釋為上回音 就是上去以後還要再下來 對 那我們來看到曲子上的應用 好 這邊的曲子是SO LA SO LA SO MI SO LA DO 那加在這個位置上就變成 SO LA SO LA SO MI SO LA DO 好我們來聽看看演奏上 會呈現什麼樣的效果 OK 這個就是上回音的用法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 謝謝